现在 哎呀 非常感谢 感谢李奇老哥来参加我 你看谁来了 他是嘉宾 你是嘉宾 是吗 要不让我说话 你说我不让 我张海燕 你还是不让上 不是 我不让你说话 不是 我不让你说话 你到底是喜欢张海燕呢 还是暗恋张海燕 我现在就问问 你跟张海燕咋回事 海燕 你就执意吧 如果你在电视机前面 看这期节目 我不是故意的 是把文贵搅过去 说我们认识的感情 但是神特别特别的好 那个洗袜子我真是忘了 但是老哥就是一直 让我上他家去 他做了一首好饭菜 至今没去过 到现在就去 我也这么说 咱一块去呗下次 早一天就会去 但是我家里有事 我老娘八十大寿 从北京给请到丹东 给我主持 哎呦 我弄得那句 老好了 那个才叫突如其来 我一看这咋 闲着干啥呢 这都坐都坐下了 干啥呢 这都 我过去 这句话赶紧 叫主持人上 谁主持人 就你 这个突如其来不 就上 你不知道 得好了 一看都 而且有主持人在座 还有很多这个他们东北级的歌手 那天还是八十大寿 那还没还一个日子 就是老两口的 也钻石欢 钻石欢 反正是又是个好日子 对 好家伙唱歌的 唱戏的 对 他妹妹上去还来一段大花旦 老爷子上去来了一段 这个叫 我老爷子今年九十多了 九十多了 现在还唱戏呢 那您这是艺术之家呀 嗓子都比我好 我姐姐妹妹 你是就是因为嗓子不好 所以就拐这拐这边来了 人家姐 我跟你说 你看着你 我就是他来我敢说 你看着他姐姐跟妹妹以后 你突然有一感觉 我句号是简的 哈哈哈哈 哦 这姐妹妹 这么离谱呀 讲的 这真离谱啊 太离谱了 爹妈都像样 哈哈 您这意思 他不像样 姐姐姐妹妹个都外 都玩都很老八了 句号这几年在影视圈演戏 可是 可是不得了 他基本上把他这个小品的影子 就摘差不多了 不是 谁现在还知道他是小品演员 对对 看演小品的时候 谁知道他是相声演员 对 句号是相声演员吧 实业相声演员 对呀 江坤老师的徒弟 哦 就是用罗乃明导演的话 就是适应挺快的 演小品呢 就是小品 演电视剧 电影 就是这个人物 对 他最近演了好多大的那种 电视 影视剧的那种 角色都很重 就反一号啊 什么的 这个 我这兄弟啊 是在 任何场合 对 不背不抗 不背不抗 这是很难有人能做得到的 对 这个 你多大的味 你没味 我帮你洗袜子 这个是非常 这个是让我配 我配 但是你今天的状态 我怎么也觉得是 句号的专场 不是 句号老师 当年1996年的时候 当时那个 就您二位特别火的 那个小品 当然是 先定的您 还是先定的 李奇老师啊 先定的李奇老师 不 我是那个上海 那个 滑稽剧团 那是 王鲁刚 王鲁刚老师 对对对 他是我那个角色 后来好多就说啊 就是 到关键时候呢 人家就不去演了 因为他那个 当时当团长嘛 是吧 好多事情 他一看 排练这么排 这么长时间 排练 还有一个多月来 滑稽剧的演员们 他也不适应这种 对 他就不干了 不干了 后来找到了我 我就顶替过来了 就是说 那个时候 您已经排了 是吧 排了 他们都审查过了 是吧 我也不是锅里的菜 您也是换的呀 人家写 就是给郭达写的 知道吧 人家写 就是给郭达写 可是呢 郭达有活了 跟蔡明演的机器人 对 对那一年 机器人 有了 完了最后 陕西人就给 郭达冥 就推荐 说 陕西还有个演员 现在在北京闯荡的 我们年龄想访 比我小一岁 让他来你试试 那也是个好演员 完了 这就有人联系我 我就来排练 这就有人说过来你试试 那是个好演员 感谢观看